今天呢 東北季風增強了 在北部的朋友感受上最為明顯 因為昨天台北市的中午高溫32度 今天中午的高溫只有21度喔 現在這個時候 溫度還在下降當中 提醒長輩朋友跟心血管疾病朋友 穿著方面要注意了 我們來看看這未來一個禮拜的天氣的變化了 明天是週休假期 準備要安排出遊的活動 你要多帶一樣東西 背雨具 因為最主要 華南雲帶的東移 使得在這加以以北 都會有些零星的降雨的機會 而在禮拜六 雲層量多 有短暫雨 天氣形態來說呢 在低溫的部分 在明天晚上的時候 會降到14度的低溫 中部以北 溫度感覺起來有點冷 今晚的低溫16度 明晚的低溫14度 但到了禮拜天的時候呢 往北走有點雨 往南走是多雲的天氣 所以呢 北部濕涼 南部是屬於中午暖 可是南部在早晚的時候 溫度形態來說 依然是有些寒異的 而到了星期一 星期二的時候 微弱的東北風影響 往北走是天氣涼 有一點短暫雨 在週一的時候 週二的時候 雨的部分都停掉囉 所以呢 往南中午是屬於比較偏暖 海邊的陣風 目前來看 從禮拜六 禮拜天偏大 到週一 週二 還是有一些比較強的陣風 週三 週四跟週五 東北風減弱 氣溫的部分開始再回升 所以週休假期 往北走 記得穿著方面要保暖 我們來看一下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 先注意到 雲層的發展 來看到這個雲層 有沒有注意到 在今天的早上的時候 雲帶還沒有影響到我們台灣上空 但是逐漸的快接近中午前的時候 有些雲層就已經開始逐漸的進入了 今天晚上 華南的雲帶會逐漸的進到台灣的上空 所以在台灣上空 都會有些短暫江雨出現 而山區的部分都容易會有濃霧 來看到地面天氣圖了 地面圖上可以看到 北方的高壓很快的東移了 現在已經到達山東半島的南方的位置 今晚這個高壓帶進來冷空氣 明天冷空氣依然是偏強 而到了禮拜天 高壓勢力東移之後 還有高壓再下來 但帶進來的冷空氣強度 就沒有明天晚上那麼強了